近年澳門大學積極與本路中學交流 除了舉辦各類的校令營之外 不少的教授還去到中學進行科普教育 走進社群,協助培養未來的科學種子 我們是澳門大學澳門人自己的大學 除了搞好我們大學入面的課程之外 我們當然應該用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形式去服務我們的社會 我現在作為教師去教他們 我們的目的是作為科普 令他們對這方面有基礎的認識 由他們的生活入面 他們可以接觸到見到的東西 來培養他們的興趣 你讓他們見到的設置是怎樣 我們有甚麼工具 我們用甚麼來看我們的DNA 因為我想起我自己那時候 這些東西可能都要到大學三年班 我才有機會接觸到 但現在你給一個中學生 可以有機會接觸到 令他對這方面有一個了解 才知道以後自己是否喜歡這方面 不單單親身到中學教書 帶同學到澳大實驗室 澳大教授還會帶中學生去外地參加比賽 數學比賽其實是我的善場 透過大學可以集中 若干間中學最好的精英 變成不會有門活之見 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也會減少 如果春外面比賽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可以見到世界不同的高手 希望可以更加努力一些 這個學生和學生之間交流很重要 中學教育我覺得是社會服務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其實我們在培養未來的人才 因為我們下一代 即澳門人自己下一代的人才 校園記者梁秋霞、趙子軒報導